這裡有一隻青鳥飛出來 青鳥飛出來囉 今天我們第一題來戴一下 來 導播幫我們戴一下 青鳥飛出來的現場 這隻青鳥是哪裡來的呢 這個是當時大家還記得嗎 在立法院的門口嗆警察的青鳥 當時跟警察直接口角 他說我要求你封街 你嫌人太少 是不是要我動員更多的人來 動員 這兩個詞突然之間覺得他這很怪怪的 是不是不打給黨部你們就不會封路 黨部又一個關鍵字 所以這個人到底什麼背景 現在大家就在查這個人 然後我跟大家說 我們中間的記者總是神通廣大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現場我們把它 這是昨天馬德的節目的時候 也有談到這樣有沒有 這女絕青 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神情 這個囂張的樣子 民進黨黨部的青年部副主任 等於說助理要進軍到黨中央了嗎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爆出來之後呢 連女絕青她自己原本的身份也被爆出來了 這個身份是什麼 就是民進黨立委洪生漢的助理 所以我才大為震驚 好 所以其實講了半天 這個他對警察我們平常也不敢的 看到這個破麗士大人看到阿瑟 謝謝 不好意思您辛苦了 對不對平常晚上如果開車回家都知道 常常會有這個酒駕零檢對不對 這個搖個窗謝謝辛苦了 他竟然這樣 直直直直直 發生在台北市 台北市議員是不是要回應一下 這麼囂張啊 是警察是小弟 還是現場是大型面試現場 下個09萬要誕生的這樣 我覺得這裡面應該這樣看啦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說 現場應該是中正一啦 如果我沒搞錯的範圍的話 那坦白講如果是保大保警這些 那可能跟你立法委員 還有相關聯有一些 這個職權上的這個重疊的地方 那如果今天是中正一的話 你應該要講的是說 你如果認為說 按照現在的法規人數不夠的話 那他當然他嗆聲就說 那我再多動員一點 這樣符合法令的 但是他下面那一句我覺得更好玩 就說那要不要我跟黨部講 對不對 理論上 我講真的 我們現在按照實務來講 就退一萬步來講 你要講你也應該講說 那我是不是要找議員 來跟你們局長講 對 或者找委員來跟你溝通 對或者是這個樣子 但他就直接講說 那我是不是跟黨部講 那我覺得這就很奇怪 就是說難道你民進黨黨部 就是有這種直接的指揮鏈 直接指揮警察 對就是可以跳過其他程序 就直接 我們講叫以黨領政 以黨領政這樣的一個process 不然你怎麼會第一時間說 是不是我要跟黨部講 理論上你現在是立法委員的助理 你就講說 你可能就算你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坦白講 說老實話應該是說 那個警察在現場跟他講說 按照所謂的這個封接的標準 大概是要多少人多少人 然後才會做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也覺得蠻奇怪的就是說 那在這裡面一切就是依法 那依法你坦白講 依法真的沒什麼好講 依法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在這裡面我覺得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部分 就是我比較奇怪的是 他居然冒出來 就是我要去跟黨部講這件事情 所以習以為常 因為他就是情急之下 蹦出來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很期待 就是說那他們到底要講什麼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民進黨是不是有所謂的指揮鏈 可以跳過所謂的一般的 所謂的政府的process 然後就直接去做所謂的這個 溝通協調這樣的一個動作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這也不是那麼妥當 因為當初你們就反黨國體制出來的 結果你們現在自己可以 自己在贏黨領政 我覺得這有點莫名其妙 自己指揮黨國體制 對啊 所以我又覺得說 坦白講說任何人都有情緒的時候 可是就是說你在這個時候的脫口而出 反而間接的展露出來 就是我比較訝異的是 從整個國家的角度上來講 你要講你也是透過所謂的 比如說議員去關心局長或這些部分 但坦白講說老實話關心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依法封路就是有它的標準 對 那這個東西不會因為關心而做調整 所以在這裡面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那你在這個時候 你去做這樣的一個部分 到底在幹嘛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你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間接的展現出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就你當初明明就講說青鳥是自發的 青鳥跟你無關嘛 青鳥不會出來 難道是青德鳥不會出來嗎 結果你現在很明顯的就告訴大家 就是說你是在指揮鏈裡面 對 對不對 因為很妙的是 如果它是自發性的 那誰會去跟警察要求要封接 因為大家都自發來的嘛 對不對 所以很奇怪 我們今天講一萬步來講好了 比如說最近中國大陸不知道 都是騎腳踏車的對不對 那個都是自發性的對不對 那會有人跟公安講說我要求要封接嗎 那我就變成組織性的活動了 反而是公安因為發現他們妨礙到交通 所以改成就是這樣 就因為人數超過了嘛 對 所以就是說在這裡面 我覺得另外一點也很特別的就是說 這也某種程度上展現出來就是 你在它的指揮鏈裡面 然後黨部還可以去跟黨部講 還可以去跟黨部溝通 所以青鳥基本上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動員的過程 那裡面應該這樣講 我不排除就是說 裡面有一些人可能是自願的 但是大部分現在看起來 它的指揮鏈是黨部 所以它還是一個有黨部而主導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我來講我就覺得 你明明是很刻意的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還故意去講說 這些都是覺醒的 怎麼樣的 都是自然來的人潮這些 就有點假了 對啊 我想這個直接青鳥改名 青德鳥比較快 不是這青鳥飛出來 所以青鳥飛出來 黨主席要負責 所以青是什麼字 那個青用錯字了對不對 所以他之前講說 哎呦為什麼叫青鳥 因為青島東陸 所以因為那個島 我們這個中國地名不行 寫起來像鳥 所以就變青鳥 我記得當初解釋這個 然後後來就說 因為沒有青鳥象徵自由 哎呀不要騙了啦 就跟詠英浩一樣對不對 總統你是我的巧克力一樣啊 當然而且最妙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為什麼這件事會爆出來 我覺得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你有發現賴清德上台之後 內鬥超級多 超多 所有的東西都是內鬥爆出來的 但是這裡面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 這是為什麼會爆出來 因為他要升官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第一點 你幫民進黨動員 你是有升官的機會的 所以你看他們動員 為什麼動得這麼兇 對 為什麼每個都很努力 前途 對 但是你看現在快要升官了 被人家傳出快要升官了 就這件事情就被爆出來 這就是內鬥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黨很特別 這個黨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要升官 我不要讓你升官 但是我就沒得升官 但從政黨發展上來講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 這個內部的這種 所謂的鬥爭跟清洗有沒有 比共產黨還恐怖 真的 所以那當然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 從戰力上來說 那當然也是可以培養出人才 所以其實賴清德的好朋友 他不是想找習近平 因為我一直以為 他喝針奶吃雞排 想找的是習近平 我現在越來越相信 他想找的是金正恩 對不對 因為習近平再怎麼親人 親少人 他好歹還要依法辦事 對不對 至少要裝個樣 對不對 那金正恩不用 直接自己修法就好了 還有很多羨慕的對象 政極法律 或者是澳班 真的 比照修亞利有沒有也不錯 所以這個大家記得 準時收看我們節目 大家會獲得很多 週一到週五 現在是下午4點到5點 我們現在改時間 那在CTIPART中天二台 大家記得準時收看好不好 要記得 那我們同時會在中天頻道 還有大爆掛同時串聯 所以歡迎你如果收看完 這個大新聞大爆掛 之後可以直接轉過來 對沒有錯 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 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按讚訂閱分享牌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這個求點讚求關注求流量 好麻煩大家 謝謝 好 來 那當然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他說如果 你看他整個對話的邏輯 第一個我要求你封建你閒人太少 是不是我動員更多人來 他不是閒人太少 就是法律上規定就是 但是他意思是什麼 我可以凌駕法律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要奧你做這件事 對 我就是給你命令 然後要不要 是不是不打給黨部你們就不會封路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第一 他是青鳥的指揮鏈 第二 黨部或許是警察局的指揮鏈 那這就奇怪 所以軍警憲特一體化 就是說為什麼他敢這樣子講 或敢這樣子做 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 跟什麼的養成教育 因為民進黨他們是有青年軍 這個也是從青年軍上來的 我覺得就是 所以民進黨青年軍裡面 現在在交的邏輯就是 我覺得他就是很自然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他們以前一定有這樣做過 所以他才會按照同樣的Due Process 對 就再走一次 你看他講話就是 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 對 所以就是說他可能認為就是說 那這樣子做就是 按照過去可能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就是比照辦理這樣子 那這代表一件事 蔡英文領導民進黨的這16年 他從08年開始當上黨主席 等於領導民進黨16年 然後在民進黨 這個取得了執政權8年的完全執政之下 民進黨徹底執變了 我覺得是啊 完全執變了 我覺得是啊 現在的民進黨 根本不是以前民進黨 但是最有最離譜的是 賴清德用得很爽 如果他是初始的民進黨人 他可能是失望透顶 或者叫把他改回來 他不是耶 他很讚賞清了的行為 清了不會出去啊 而且我稍微插題去講一個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現在我們所透露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 其實蔡英文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對 他控制司法檢調的能力是強的 要不是這一次賴清德跟他在鬥法 對 鄭文燦的部分你看 檢調有多少次 要送監聽票跟搜索票 然後到最後只有監聽成立 搜索沒成立 然後現在從陳許遇到案子裡面 可以看到 這幾天大家都在講 台延主動四次寒送 對 然後都沒辦 調查局跟司法都沒辦 所以你不覺得很奇怪就是 哇 那這表示在蔡英文時代 其實司法檢調真的是能被控制的 因為他被押住了 這幾件事都被押住了 你看 陶檢那時候那麼多次去要送搜索 沒有成立嘛 對不對 然後這一次在台延的四次主動寒送 我跟你講 基本上一次寒送 那個人可能就被升押了好不好 對 四次寒送都沒事 都沒有主動乘案 然後你看 一直到這幾天有沒有 大家一直在講說 你看謝龍介又提醒說他要幹嘛 你要趕快通緝他 他要逃跑啦 怎麼樣的 然後一直到這幾天 他們才送那個所謂的那個 通緝專欄 然後通緝專欄還用一個 十幾年前的照片 然後大家不是想說 他不是主動放水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要不是 要不是 我講真的 雖然沒有政黨輪替 但我覺得政黨輪替問題會更大 對不對 我們可以查的東西會更多 現在只是同一個政黨 但不同派系的鬥爭 就透露出這麼多事情來 對 那你覺得 他們到底在那個過程當中 還有多少事沒有被爆出來 而且講到陳曲玉這也很浪 你就好膽你沒有他的近招 因為他後來遲掉他其實蠻低調的 是啊 你沒有他近招 後來用的是在那個媒體在現場拍的 側身的照片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人通緝人用側身照片 而且最妙的是 你海賊王喔 我覺得最離譜還是 你被函送了 對啊 就是這整個資料都已經主動函送給你了 然後你看一看你就說 你就放一邊了 你就真的放一邊了 所以千鳥的認知就是看到陳曲玉就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說老實話 黨的內部的tranning 對 就這幾年一定整個政府體制 有發生很奇怪的作用 那說老實話 看起來黨部確實是個中樞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黨國 他是一個新黨國體制 也就是他最討厭 就像我們講 真的我們小時候都想說 我們不要成為我們最討厭的大人 對 我覺得民黨現在成為他們最討厭的大人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九月 鮮 順 兩次 二次 八次 by bwd6